金玉冰因為製導畢業癌 全面停止演藝事業兩年多後 在21周年終於宣布康復回歸 火速投入多部電影韓劇拍攝 而在作品開播前的空檔 金玉冰和李光珠林周煥 到綜藝偶然成為社長2當嘉賓 在車大宣合照影城經營的大型超市裡 擔任打工仔 這也是玉冰宣布重返螢幕後 首度在節目上亮相 而在最新一集預告裡 他們難得在晚上休息時間 坐在餐桌前喝酒談心 拿到玉冰離癌生病的話題 他先開口說 而李光珠接著說 才短短一分多重的預告 讓觀眾看得莫名揪心 幸好無力與兵已經抗癌成功回歸 只能說真是太棒了 你趕快點 我希望你期待 我想做真心 你趕快點